就算他今天願意把他捐出來 作為辦公事務的分享使用 請問他前面這件事情哪裡有錯 新竹市長高鴻安過去大言不慘 反問助理自願捐加班費 作為公基金哪裡有錯 台北地院日前一審結果 眾判他七年四個月 種種違法爭議 還被人力銀行當成教材 轉為內容 針對高鴻安先前被爆 助理請試駕病假被扣薪 吃到幾分鐘強制請試駕一小時 還要再捐出一小時薪水到公基金 是觸犯勞基法 因為勤架遲到企業可以不支薪 但不能扣薪 計算也有標準 否則會除兩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還 而要求薪水回捐 更是違反勞基法第二十二條 薪資挪用為自用 還可能涉嫌侵斬罪 直到那些是個人行為 就是很多雇主自訂的這種 內規其實根本都沒有經過 所謂主管機關認可 職場回捐薪水 在餐飲業也常見 像是打破碗盤扣錢 服裝不准扣錢 只要是僑立名目 任意扣除薪資 通通違規 以高鴻安助理案為例 高報或低報助理費 也違反勞工保險條例 第七十二條 企業雇主恐怕有刑事責任 賠償勞工的損失之外 主管機關還可以裁罰雇主 短腳四倍的罰款 同時雇主也可能涉及 刑法詐欺得利 跟業務登載不實罪 藉由高鴻安助理費爭議 人力銀行點出職場陋席 避免成為冠老闆們 處罰而不自職 哪里有處 三選徐趙偉 可不可以宣傳台北撐不到